嗨 我們也有個家庭 晚安 嗨 我是小綺 我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文杰在現在大的房間 我們在這邊錄影感覺很新鮮 然後今天 我有一個包裹要來開箱 是86小鋪的 應該是他們 新的化妝品 希望是 我先把膠帶剪開 來 看看 什麼 我看到了一個 貓咪的圖案 好可愛喔 裡面有一個鐵盒 是花娜小姐的耶 裡面的東西 都是貓咪的圖案 它是 他們聯名的系列 花娜小姐成 choochoo cat 這也太可愛了吧 好少女喔 它給了我好多東西 都是貓咪的東西 先看這個好了 我超喜歡鐵盒的耶 它說這個是眼線膠筆 鐵盒限定組 所以 哇 裡面好美喔 它有四支 小size的眼線膠筆 就是旅行應該很方便 然後還有附一個小小的小鉗筆機 欸我覺得鐵盒很棒 鐵盒 你知道還可以就是 拿掉之後可以裝自己的小雜物 耳環式品類的東西 這一支是他們家經典款的眼線膠筆 就是他們家一直都賣很好 我自己也用掉兩三支 因為非常的便宜又好又好 喔 它這個是棕色的 裡面有兩支棕兩支黑 都是很實用的顏色 然後這一支是霧面的 這支不知道是什麼 我看一下 畫畫看好了 第一支 這支是有金蔥的棕 有看到嗎 它有珠光在裡面 然後 那這一支 這一支是霧面的 欸你看它很好畫 有看到嗎 一個是霧面一個是珠光的 很美 我之前都是買他們黑色的 霧面的黑 眼線膠筆就是很適合處學者 因為它很好描繪 而且很黑 我會常常就是畫在內眼線的地方 然後 這四支 適色娃子長就要 這線定組太可愛了啦 完整size的眼線膠筆欸 這兩個就是跟這個一樣 但是它是完整size的 一支一樣是霧黑 然後這是紋棕色 這顏色就是 這邊試色給大家看的這一個 然後一樣它有削鮮筆 以及貼心 就是你用到快鈍的時候 就把它削尖 就可以一直重複使用 一樣是後面包裝 這邊有一大包 哇 這一大包是什麼啊 哇都是龍 我來拆開給你們看 喔 貓咪的金屬氣墊 然後還有 天啊這超可愛的欸 風風氣墊 腮盒 我先來拆這個給你們看 它裡面有 兩款 一樣的然後 一個是1號自然色 跟2號的明亮色 它是一個很像小紅帽的貓咪 然後很無辜的感覺 超Q 這一款就是他們家之前就很有名的 金屬氣墊粉餅 之前有他們的玫瑰金系列 這一次是貓咪的聯名系列 而且聽說他們這裡是限量組 所以咧如果喜歡的要趕快收藏 不然就沒了 它有一個衛生的紙 就把它剪掉 然後你就看到這個金屬 把它壓出來 就有很乾淨的粉底 這個比一般那種 海綿的好 因為比較衛生 而且比較好 就是掌控你要的量 這個顏色是 喔我現在拿到的是2號 明亮色 那我上在手上給你們看 跟那個玫瑰金用起來很像 就是非常的保濕 而且很像 那這是1號色 我個人覺得它1號色是比較偏黃一點的 然後2號色是偏粉一點 但是沒有差太多 就看你自己的肌膚是比較偏黃還是冷色調 腮紅 好興奮喔 腮紅它有給我兩個色耶 這是不一樣的喔 一個是1號草莓卡士達跟2號的水蜜桃布雷 不然我先把包裝撕開 沒關係 裡面比較重要 sorry 這邊好冷喔 一直感冒 這個顏色是 應該是橘色巴椒水蜜桃 喔你們有看到它的這個 我剛剛沒發現它那個 把柄也是一隻貓的臉 好Q喔 然後打開 哇 哇 好可愛喔 橘色的腳印 然後這個是粉色的 試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印一個腳印 喔來囉 壓一下 喔 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我要放大給你們看 這太可愛了吧 喔好可愛喔 我直接試在臉上好了 這樣也比較清楚 壓囉 有沒有看到好可愛喔 天啊 這個如果是愛貓人士應該會瘋掉 這也太Q了吧 暈開 暈開就會變成一個很自然的橘腮喔 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有一點在這邊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一點 粉色的也超Q的 這是什麼 欸 欸是香水欸 滾珠香水餅 這個是清醒小燦蘭 小燦蘭 小燦蘭是最近 酒馬肉很濃的一個香水 就是小燦蘭的味道 喔 我來看看 聞聞看 是不是真的有小燦蘭的味道 剛好我一直很想買酒馬肉的 剛好我一直想試試看 酒馬肉那個香水 但是 太貴了 所以它是 平民版的小燦蘭囉 哇 真的是小燦蘭的味道 我不知道他們聞過酒馬肉那個小燦蘭 但是這個味道跟它80%相似 也非常濃的小燦蘭 有點難形容 但是是一種很清新的花香 不是太甜 也不是果香那種 是有一點木頭 有一點木頭 加上微微的花草香味 是很清新的感覺 所以 有些女生怕太甜 我是不想要喝女性的香水 這個是 很有氣質的一個味道 那另外一個味道是 花樣甜蜜 應該就是比較甜一點的花香 哇 哇 等一下這味道好濃 這個好香喔 這個很像你走在星光三圈一樓專� 會出現的這個味道 有一種高級的感覺 就是 櫃姐那邊 就是專櫃都會散發出的 這個 化妝品專櫃的味道 開箱完了 你看喔 桌上有好多貓咪 太可愛了 然後出門 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化妝 就用今天的小貓咪 產品 那先從今天粉底開始好了 剛好 去在臉上給你們看它效果如何 我先用這個1號 自然色 先壓在底上 它的粉質滿細的 而且很貼 遮瑕力也不錯 就是它能夠遮得了痘疤還有毛孔 不會說太透 好像沒有紋感的感覺 而且它好亮 我發現 這個光澤超美的 再來 我眼睛有一點眼影 我來示範用這個 貓咪的眼線膠 我今天眼影擦咖啡色 所以我們拿咖啡色好了 就用咖啡 這是珠光的咖 來教大家畫一下 內眼線 內眼線是最能讓眼睛開始入省的東西 而且眼線膠底就是很好畫內眼線的 因為 它的質地就沒有軟線很好描繪 你看我就是把它掰開對不對 然後畫 眼睫毛根部這邊 這樣感覺好像沒什麼差 可是 就是你看 眼睛睜開 這邊有沒有 就感覺比較有精神 不想讓人家看起來妝很濃 但是又想要有精神 你就畫個內眼線 眼線膠底就很方便 好愛今天的開箱產品喔 每一樣我都覺得很可愛 大家趕快去收藏它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追蹤我的Youtube跟粉絲專頁 謝謝麗恩慶喬喜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吧 掰掰